玩锂电池都需要什么工具和仪器 这玩意可大可小 咱们以这个电池为例 这是一个朋友他拿过来的 他说是可能是进水了 洗车机上用的 先用万一表测量一下这个正负极 0.2V 就是没电 搞电子的万一表是必备的 下一步拆开看一下 哇 真不愧是洗车机上用的 看 进水这么严重 这个板肯定是废了 另外他这个电池比较轻 正常应该是10节 轻的话你看 大家看一下 这里边只装了5节 这5节是空的 为什么这样呢 肯定是当时买的便宜嘛 便宜肯定是一份价钱一份货 正常是10节 然后两个定起来 然后五个再串起来 现在是直接是5节串起来了 电压是够了 但是电流呢 就是容量呢 会小一半 并且这个电池上面 看也没有这个品牌商标 啥都没有 这种也是比较差的电池啊 刚才测了电压是零点几伏 咱们现在直接用内阻测试仪 它这边可以显示内阻 也可以显示电压 跨过保护板 直接测这个电池 总的正负级 电压仍然是0.2伏 内阻600多毫欧 咱们再测一下单阶电池 测这一件 100多毫欧 咱不说电压啊 电压是都零了 这个电池肯定是报废了 正常这个动力电池应该在十几毫欧 当然品牌不一样 它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的能达到10毫欧左右 第二阶电池也是100多毫欧 电压零 然后第三阶 同样100多毫欧 电压零 然后第四阶 同样100多毫欧 最后一阶 第五阶 第五阶是0.14伏 这五阶电池都报废啊 这个除了壳子是好的 控制板和电池都报废了 刚才我联系了这位朋友 他说不用修了 不修了 它那个汽车机一套才100多块钱 你想想这个它会修吗 咱不说换太好的电池 就国产的10块钱一截 这得50块吧 然后这个板又得十几块吧 就不算人工费 这都60多了 所以说这个对它来说 没有维修的必要了 假如是我自己的电池 那我肯定会把 不是换五截了 我会换十截电池上去啊 然后换差不多点的 比如说十几块钱一截的 换个保护板 这样下来成本都得100多 再说一下玩锂电池 都需要什么仪器和设备啊 以我为力吧 我不是专业做这个的 也不用找我来维修电池啥的 我纯属个人暗号 刚开始我给手电钻换电池的时候 也没有点焊机 也没有内组仪 直接就是网上买电池 回来用电烙铁加焊接 后来知道啊 这个需要内组仪 测内组 需要筛选 然后需要点焊机 我现在有两台点焊机啊 都发过视频 大家可以去翻 然后又组装了这个库仑记 库仑记是放电用的 就是测量这个电池 它有多大的容量 再后来就组装了这个电子负载仪 一台不够用 又组装了第二台 这个组装过程都发过视频 大家组装的话可以参考 库仑记和电子负载仪 有啥区别呢 这个便宜 这个贵 但这个更精准 用途更多 然后充电设备就不用说了吧 中兴2400 我有好几台 人家专业玩锂电池的啊 人家比如说玩这种 就四五节电池的这种吧 人家有平衡充 就是单独可以给每节电池 直接充电 那个很方便 玩这个多组锂电池的 人家有均衡仪 那个一台也得几千块 更专业的 人家焊接大单体 用激光焊接 那个就贵了啊 几万块 甚至更贵 所以说这个玩锂电池啊 很费钱 很花钱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吧 想组装这些 库仑记啊 包括电子负载仪的话 可以放我以前的视频啊 都发过详细的组装视频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